大家好,我是我们的小熊兄弟 我们今天来测试光魂2020年年度旗舰32XEU Pro 它采用了进口的第三代QD OLED面板 4K240盒子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表现 按照惯例,先从包装卡来看起 我们采用了黑色的彩皮设计 包装正面印刷有规格参数和机器的渲染图 打开的方式则是PISSAS 内部我们使用的成本更贵 缓冲能力更强的黑色泡棉 尽可能减少机器在运输过程中误损的情况 配件方面包含了一个弹滑甲的电源适配器 一条电源线,一条DP线,一条Type-C线 一条USB上行线和说明书保修卡 接着我们来看XE OLED的外观 正面三边微边空的设计 下边边框,中央位置应有SDC的logo 从侧面来看,面板部分非常鲜薄 仅为4.5毫米 背部有一个小背包的设计 在小背包上,我们设计了V型的RGB灯带 支持多种颜色和样式的调节 自家功能性方面 XE OLED支持升降,抚养,水平和90度的垂直旋转 支持标准VSAR75x75的壁挂 两个USB下行接口和一个3.5毫米的音频接口 接着我们来点量它 一起来看一下光魂旗舰的显示画面 开机,屏幕中央会出现SDC的logo 接着就进入了显示的画面 开机之后的低主板感受 屏幕通透艳丽,非常纯净 带来着超高的对比度 画面表现力非常出色 通过一切的测试 SGP容积达到了147.72% PPI为138 实际的字体显示没有明显的毛刺感 但依然还存在着彩边现象 像素点方面,通过显微镜的放大 它是RGB指向素 形态演示品质型 外使菜单方面 我们为这台OLED旗舰设计了新的X1 Pro UI 配色由蓝色改为了紫色 图形由X1的正方形圆角 修改为了分段式的矩形 上方从左到右分别是SDC的logo和实时状态信息 功能区划分为三个板块对应三级菜单 左侧为一级菜单 提供了显示器的主要功能和系统设置 我们简单来看一下部分的菜单功能 首先是预设的显示模式 我们提供了标准Export FPS,RTS,Mac,低蓝光和玩家E2选择 标准模式我们对它的色彩还原要求更高 保留OLED的原始色彩 同时它也是我们默认出厂的显示模式 Export模式则是我们为电键玩家独立特条 大幅度提升画面的暗部细节和饱和度 使其更容易捕捉游戏中的关键信息 Mac模式则是针对苹果段优化 支持Display P3色域和接近Mac段的色温Gamma 低蓝光模式则在尽量不影响画面的前提下 降低机器的蓝光占比 我们一共设置了100级调节 出厂模仁状态下 蓝光波峰在452纳米 高能短部蓝光占比12.14% 降低蓝光模式调到50档 蓝光占比会下降到10.85% 调至100档蓝光占比会下降到9.69% 玩家E2这是我们为用户提供的高度自定义模式 在这两个模式下 全面开放图像性能的所有参数调节 图像性能则包含了亮度、对比度、色温、Gamma 色域空间、HDR、清晰度等画面调节 电竞设定方面 除去我们在前面提到的eSport模式 我们还提供了VR加、刷新率、准新 eSport的画面缩放、猫眼夜视和凌真延迟功能 在开启VR加之后 主机端它只是PS5插播时的VR功能 在Windows端则支持G-Sync和FlySync eSport的缩放只是在32寸的基础上 将屏幕比例缩小到24英寸和27英寸 同时它是点对点的显示 猫眼夜视功能则是对局部体量 强化屏幕中间的暗部和饱和度 凌真延迟则是针对图像进行优化 尽可能减少画面中途产生的多余通讯 调整时序 以此降低OLED输入延迟 结果配置我们提供了PIP、PPP以及KVM功能 最后这是OLED防烧屏机制 我们提供了7重防护 会在体验的最后给大家逐一讲解 接着我们进入数据实测环节 色温方面出展为6200K 我们在菜单中提供了6500K、7500K、9300K和自定义三色调节 同时我们测试了预设模式下的色温 数据如图 色域空间方面默认为P3 菜单中我们还提供了SGB的缩线 通过一切测试 SGB覆盖为99.9% 平均色差0.71% 最大色差2.17% P3模式下色域覆盖为98.8% 平均色差0.76% 最大色差3.06% SDA亮度方面 我们在菜单中提供了ABL机制的开关 分别为正常和高亮 正常选项中 屏幕没有ABL机制 全屏最高亮度锁在230L左右 开启高亮选项 屏幕会出现ABL机制 1%到10%的窗口 始终维持在400L以上 从11%的白点窗口开始下降 直至100% 全屏亮度为236L 亮度和色度均匀度方面 使用神像仪分析 在纯白的画面下 生成3D ISO图像 表面绿色 纯屏 各个区域的亮度 始终维持在230L左右 以25温格和尾色图 测试它的均匀度数据 最大差值仅为1.5% 通过尾色图观察 也可以看到 红色铺满了整个屏幕 没有明显的亮度变化 其用到升温模式 全屏升温在5917K 到6187K之间波动 蓝色区域为5900K到6000K 边缘绿色区域 则在6000K以上 由于OLED的特性 黑色是不发光的 因此它非常纯净 接近无线的对比度 需要跟大家说明的是 XEU Pro 我们出厂 只带了一张高透镜面保护膜 高度贴合 不仅保护屏幕 且带有高镜的效果 同时 屏幕具备AR抗反功能 我们测试了 它在不同环境光照度下的 对比度数据 整体的表现 介于外星和华硕之间 可视角度方面 通过视角成像仪 生成雷达图 红色区域属于是最佳视角 达到了恐怖的50度 肉眼观测 几乎没有视节衰减 表现非常出色 频闪测试方面 我们测试它各亮度下的波形 无论是SDR还是SDR 调节亮度都不会改变 波形的占空比 因此 它不属于PWM调光 存在着跟随刷新率的频闪 波动深度为5.86% 同时 我们测试了 它各亮度下的SVM值 手动最低亮度为5尼特 此时SVM值最高 为0.445 小于1 属于CIE不可见的范围 接着我们来看 X1OLED接口的兼容性 DP接口是1.4A的规格 H3接口为2.1满速48G带宽 连接PC 分别可以支持到 4K 240Hz 10bit和12bit 全范围输入 使用H3连接PS5和XBOS Series X 都可以支持到 4K 120Hz 支持HDR和VR 连接麦克端 使用Type-C直连 支持4K 120Hz 同时 还支持HDR和High DPI 90W的反向供电 最高支持20V 4.5A 注入延迟方面 在1080P 120Hz的信号下 输入延迟为4毫秒 4K 60Hz的信号下 输入延迟为12毫秒 HDR性能方面 这块进口面板 原生通过了Visa HDR 2 Black 400认证 HDR亮度方面 HDR Peak 1000模式亮度最高 在3%的APL窗口下 为970L 其次是影院模式 776L X HDR和游戏模式 都为了减少画面的ABL机制 做的低量模式 其中 X HDR最高亮度为407L 游戏模式为408L 我们来看一下详细的ABL亮度曲线 以HDR Peak 1000为例 在1%到3%的APL窗口下 都在900L以上的亮度 从4%开始 呈现下滑趋势 到15%的APL窗口 亮度为382L 直至全屏白点亮度 为239L X HDR和游戏模式 基本相同 1%到3%的窗口 亮度在400L以上 随着APL窗口的加大 亮度会缓慢下降 直至全屏224L 接着我们来看它的UTF曲线 HDR Peak 1000 X HDR和游戏模式 都是同一曲线 20-40的灰阶 略对于标准的PQ 其余曲线则基本贴合 影院模式 则是在20-70的灰阶 做滚降处理 从70的灰阶 开始做裁切亮部信息 贴合标准的PQ HDR实景方面 我们使用松下的UB9000 加完美星球蓝光盘进行测试 在显示有太阳的实景下 我们发现它的太阳轮廓非常清晰 通过成像射度计 声称尾色图 HDR Peak 1000模式 亮度最高 太阳核心亮度超过了600L 影院模式560L X HDR和游戏模式为400L 需要说明的是 X HDR和游戏模式 在高光上有一定的过曝现象 在更地的ABL实景 海王偏远下 XAU Pro的HDR Peak 1000模式 实景亮度 甚至达到了惊人的914L 在岩浆等流动的画面中 岩浆的部分 出现了轻微的过曝盒 岩石部分的暗部细节 这表现得非常出色 轮廓清晰 没有出现细节丢失 在天空等渐变场景下 X1 Pro原生支持10bit色深 加上优秀的调教 因此没有出现色彩断层现象 X1 Pro原生支持240Hz的刷新率 在实际测试中 没有出现任何跳针的现象 灰阶响应方面 我们并没有为它添加任何的OD档位 因为一切实测 平均灰阶达到了0.32毫秒 平均过冲0.91% 最大过冲6.75% 属于典型的OLED微秒级的响应 运动显示上方面的测量 在它最佳OD档位下 比提为3.29号秒 排名运动轻易度天地榜第9名 实际在UELF运动轻易度的测量中 非敌后方几乎没有脱尾 UELF本体的清晰度也很优秀 防超频机制方面 我们为X1 Pro配备了7重防护 分别为像素位移 画面保护 保护通知 屏幕静态检测 多重图像检测 任务栏检测和边界检测 像素位移是在屏幕 预留了额外的像素点 每间隔一段时间 移动屏幕的画面 面板保护 开启后会黑屏进入像素清理阶段 持续5分钟左右 对屏幕像素进行重新刷写 屏幕静态检测功能 当用户持续一段时间无操作 程序会自动降低屏幕的亮度 多重图标检测 开启之后会识别画面中的静态图标 并对图标范围内的像素点精准识别 主动降低亮度 实际测试高亮图标 在关闭检测的情况下 亮度接近200尼特 开启图标检测墙档位之后 会降低到150尼特 同比下降25% 任务栏检测 则是识别画面中静态的状态栏 任务信息 开启和关闭之后 亮度相差50尼特 有效降低长时间显示静态任务栏 所产生的屏幕烙印几率 对于长时间分屏 画中画和观影场景下的黑边间隙 可以开启边界检测功能 通过降低边缘的亮度 配合像素位移等功能 最大程度减少稍频风险 接着我们来拆机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XEU Pro的内部结构 以它的数据天理棒的表现 拆开机器 我们来看XEU Pro的内部结构 首先是一块金属屏蔽罩 对内部的驱动板进行保护 拆开屏蔽罩 我们可以看到驱动板 主控IC NT-68553 旁边还有4颗蓝牙异胜的内存颗粒 单颗64兆 总计256兆 在下方还有一颗乐德瑞的LDR-6282 用于实现全功能Type-C接口的 供电信号与数据传输 ESB接口上方 只有一颗微生的VL817-Q7 用于提供ESB Hub 3.0功能 接着我们来看它的气抗板 逻辑主控是三星Display 两侧分别有闪存和内存颗粒 因为OLED面板本身发热较大 除去在面板上覆盖了 整片的石木烯散热外 我们还在驱动板下方 放置了金属散热板 用于平摊主控IC的热量 避免温度过于集中 以此结构降低屏幕超频风险 接着我们来看它的面板 形容为QMB315AA01 这是一块4K240Hz 原生10bit的QDOLED面板 最快响应速度0.03毫秒 面板支持TUBLACK HDR400认证 核硬件低蓝光技术 属于2024年年度IT期间面板 接着我们来看实摄数据方面 我们先从色域开始来看起 通过精准的三色指标计算 X1EO Pro达到了147%的SGB容积 色域天地棒排名第34名 而实际亮度方面 实测为236L 亮度天地棒排名第171名 静态对比方面 由于OLED的特性黑场纯黑 理论它接近无线的对比度 可视角度方面 通过四角移的测量 它的最佳垂直和水平角度 都达到了50度左右 表现非常炸裂 亮度均一度方面 在15公斤的白点测下 X1EO Pro最大差值为1.33% 均一度天地棒排名第4名 X1A单独摄像 我们先来看一下峰值亮度 实测为970L X1A峰值亮度天地棒排名第28名 X1A静态对比度方面 由于OLED的特性 理论上它有无线的对比度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核心重点 响应时间方面的测量 光魂X1 Pro 最快可用灰阶响应时间为0.323毫秒 排名灰阶响应时度天地棒第12名 运动响应时间方面测量 在它最佳OD档位下 比较为3.29毫秒 排名运动轻度天地棒第9名 按照惯例 我们现在对它进行一个优区点总结 我们先从优点开始来讲起 1.采用进口第三代QD OLED面板 4K 240Hz 原生10bit射程硬件低蓝光技术 2.摄温均匀度和亮度均匀度表现出色 整体偏差小分布均匀 同时可视角度表现也极其炸裂 3.我们特别设计了专属的X1 Pro UI 拆摊功能丰富 拥有多种预设模式 暗部增强 伽玛 色域等选择 同时我们还优化了OLED输入延迟 4.微秒接着响应和极其炸裂的运动轻度 实际的游戏体验极其炸裂 5.接口配置丰富 拥有满速HDMI 2.1和全功能90W Type-C 支持PBB PIP和KVM功能 接着满速缺点 1.QD OLED同兵 在遇到环境光明亮的使用场景下 由于面板结构 会导致黑场照度对比度下降 2.虽然第三代QD OLED像素有细微的改进 但依然还有彩变的现象 3.X SDR和游戏模式 在高光等场景下 有轻微的过曝现象 好了各位 以上就是光魂32X1U Pro的全部测试报告 如果大家觉得我们视频做的还可以 希望您能帮我们点赞转发 甚至订阅我们频道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